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非常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亲爱的朋友,你或许参加过圣诞节 但你有没有参加过复活节呢? 复活节是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节日 在圣经里面记载道 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 遗体被放在一个墓穴里 三天后耶稣死里复活 他的灵魂和身体再度结合 耶稣复活以后呢,向他的门徒显现 使门徒确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在复活节的期间 教会也会举办各种活动,表演 很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教会走一遭 来感受一下,体会一下 那个复活节的气氛 更多地来认识复活节哦 那今天的空中留言版呢 痴心要跟我们分享 他在复活节的时候 看了一场让他很震撼的表演 来听听他的分享 复活节歌舞剧 今天是复活节 整个被咱们的青年幕区杀到了 节目实在是太精彩 走高品质艺术路线 把所有的团队 歌团 舞团 剧团 乐团 灯光音效团 全部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处大型歌舞剧 唯一不变的是 每年的复活节巨马 都会挑一位特别的圣经人物 以他为视角 测观耶稣的受死与复活 去年的主角是彼得 今年是摩大拉的玛利亚 整出歌舞剧里面 令我印象最深的 有五个地方 第一个 是玛利亚身上的七个鬼 也那七个鬼的女生 跳着腰绕诡诀的舞姿 加上超赞的配乐 成了歌舞剧前半场的亮点 第二个 是耶稣遇到玛利亚时 两人对唱的那首 来拥有我 玛利亚先唱 来拥有我 我能让你快乐 只要你跟我走 看到没 这酒杯闪着光辉 让你快活 还能让你高枕无忧 耶稣却接下去 用一模一样的旋律唱着 来拥有我 我能让你平安 只要你相信我 我能改变你一切的脆弱 一切沉重 一切寂寞 一切罪过 我的心里猛一阵赞叹 这首歌写得太好了 第三个 是比拉多审判耶稣时 众人的大合唱 有比拉多 法利赛人 冰丁 悲伤的妇女 坚持叮死耶稣的民众 各种不同的角色 用不同的歌词 交替轮唱着 真的非常有歌剧的味道 比用眼的还震撼人心 然而 这时的耶稣却不在台上 反而拖着枷锁 走在观众席中 耶稣脚上的铁链 拖在地上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在观众席里 忽远还近 这样的沉默与阴暗 正和台上的喧嚷与灯光 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四个 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画面 以往都有实体的十字架演出 但这一次的十字架 却是用灯光投射在墙壁上的 当冰丁一锤 敲向耶稣的手掌 一点红光 马上打在耶稣手上 把整个钉十字架的过程 变得很意象化 最后一个 则是从头到尾 都扮演重要角色的管弦乐团 天哪 我第一次在教会的聚会中 看到管弦乐团耶 好夸张的排场 但是 他们的演奏真的好棒 把歌舞剧衬托得极为撼动人心 真不亏 是一群艺术人士 费十八个月的心血结晶 太厉害了 所以 当歌舞剧一结束 艺术总监 信中哥站上来谢幕 台下马上起立鼓掌 掌声久久不斜 能够在教会里看到这样的演出 对很多人而言 都是第一次吧 今天听到知心的分享 我想到自己也曾经看过一个大型的复活节舞台剧 它的内容不是直接演耶稣定十字架后死里复活的圣经故事 而是呢 他用几个人物当作故事主角 这些主角曾经生命破碎 却都因着接受耶稣的救恩 生命得到改变 透过这个故事的表演呢 让人呢 可以去体会到 感受到耶稣复活的大能 每次看这些舞台剧总有许多感动 除了感动内容 也感动 怎么有这样的一群人 愿意付出庞大的时间 筹备戏剧 他们的动机不是为了赚钱 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 他们亲身经历过生命的改变 所以可以把复活节的戏剧呢 演得淋漓尽致 感动人心 天天觉得复活节的意义正是如此 耶稣为何需要复活 为这是要向世人来见证 他胜过生命中的软弱 他胜过死亡的权势 到一个人接受耶稣以后 他就拥有了耶稣复活的生命 有复活的盼望了 或许对于你来讲 主耶稣的复活确实是很奥妙 而且好像近乎不可能 可是如果我们相信 耶稣是真神 就会相信耶稣能够死里复活 当然啦 也只有相信他复活 我们才会亲身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 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过什么复活节的活动呢 或是看过什么戏剧表演 让你印象深刻的 欢迎你来信跟天天分享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了 拜拜 我知他依旧是我 宝血已吸尽我醉 我相信 我相信 收入他为我挪开 痛苦已得着十分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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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级惊奇 只因为 我主 能得到生命 我就住 活着 我就住 活着 我就住 活着 活着 我相信 我相信